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发布会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周杰 2022年4月26日 香港专业燕楼学会会长詹济南先生 亲临加拿大多伦多 联媒多伦多著名的地产公司 Rimax Partners Realty地产三兄妹 对家国楼房的评级进行交流 协助华裔严选具有优质信誉的建筑商 为市民讲解住宅单位燕楼标准与技巧 并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 记者会首先由地产三兄妹总裁 周森悠欢迎詹会长的到访 华裔媒体协会扣会长代表 多伦多华裔媒体对詹会长的访问表示欢迎 香港专业燕楼学会 HK Professional Building Inspection Academy 未非牟利机构 由会长、著名资深燕楼师詹济南先生 及其他建造业内资深从业人员 于2012年创立 我就给他一下 以推动及鼓励有制宿的楼宇建设 和装修工程为宗旨 监测各楼宇制宿及业内人士操守 正是楼宇及室内装修制宿的重要性 学会每年举办备受业内各界认受的建造 及装修业优秀大奖颁奖礼 每届均是业内一年一度的盛事 希望透过奖项大力推动建筑和装修业的发展 令大众真正得到物超所值的幸福楼房 香港专业燕楼学会的会长张济南先生 这次到访多伦多 希望能为加拿大市民提供新旧楼房 在燕房时应该注意的细节及案例分享 为多伦多楼房做评级 张会长在发布会上表示 因加拿大是华人热门移民地点 故他们在加国买房需要更多客观资料 买房是一辈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投资 我希望透过这次到访提供多一些燕楼数据 协助买家挑选物有所值的楼房 让他们买到真正的安乐物 香港专业燕楼学会的会长张济南先生 经历工程监督师的授训过程 在建筑业界拥有超过25年经验 由美国回港至今 他参与过无数新建维修及验收工程的工作 张济南先生编写了超过10本关于验楼的书籍 包括新楼验楼及监督与验收等 过往为业主验收单位时 都以相关标准作为检查依据 并得到多方人士接纳 张会长经验丰富 经常为知名媒体拍摄验楼技巧 检验新楼制速以助买家多了解相关的知识 最后张会长和地产三兄妹的三位总裁 分别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并合影留念 谢谢我经历好 十多年 谢谢 谢谢